有人问我老人家想维持健康推荐从哪里开始练 也有人问我想要增加肌肉量练哪里效果最明显 看到标题点击爱的你一定知道答案就是宽了 我还会补充说明宽关节的肌力训练 可以减少老人家的跌倒风险 而且宽关节周围的肌群体积最大 最重训的增肌效果也最好 宽关节的构造虽然很简单 但对关节的了解如果只停留在囤肌训练 就太小看这个部位了 宽关节周围有超过10条的肌肉 驱动有的负责稳定有的负责活动 又因为宽关节是球膜关节 所以和肩膀一样特别容易偏离关节中心位 宽关节偏离中心位最有代表性的症状就是弹响宽 我之前有说当关节发出弹响的时候 可能就是关节正在磨损 这状况在宽上发生的话会稍微特别一点 因为弹响有分层肌肉 肌腱 韧带 或是骨头肩的弹响 发生在髋关节上的弹响大部分都是肌肉造成的 肌肉产生的弹响虽然不会磨损关节 但长期还是会造成软组织慢性损伤 而且每次运动的时候都会痛和紧绷 也会让我们越来越不想动 弹响的发生就像是这条橡皮筋 经过凸起的地方被卡住 再硬拉过去就发出声音了 橡皮筋就是肌肉 肌腱或是韧带 凸起的地方就是骨头 拉得越紧 声音越响 这么一来要避免弹响的思路就很清楚了 太紧的橡皮筋和挡到入的骨头 这两个症状都指向同一个问题 肌肉张力不均匀 因为骨头会挡到肌肉 很大的原因也是被肌肉拉歪的 所以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让肌肉力量 回到平衡的状态 那肌肉力量为什么会失衡呢 想要了解这个问题 我想先让你知道两个关键词 肌肉的动作与专长 先来说说动作 每个肌肉都有起点和终点 从起点到终点的路径 可以说就是这条肌肉负责的动作 有的肌肉只负责一个动作 像是骨中间肌 只负责膝盖伸直这一个动作 有的则是两个动作 像是骨直肌 负责膝盖伸直和宽弯区 有的则负责三个动作 像是扩肌磨张肌 负责宽弯区 内转还有外转 第二个关键词 专长 有的肌肉专长是耐力 有的肌肉专长是爆发力 如果让耐力型的肌肉 去做爆发力的动作 就像要求一个长跑选手去举重 虽然不是不能做 但是做的既辛苦表现还不好 在这两个关键词之下 你能发现有些肌肉不仅负责的动作多 又容易被带长去做自己不擅长的任务 在使用不当的前提下 肌肉就很容易变紧 变紧之后再叠加一个离骨头近的特性 肌肉弹响就发生了 在髋关节里 因为使用不当造成弹响髋的肌肉 正是咔腰肌和酷筋膜肌 这两条肌肉一条在髋关节内 一条在外 可以说这两条肌肉代表了大部分的弹响髋 外侧弹响髋是咔筋束和大转指之间 摩擦弹出的声音 咔筋束本身是不会主动收缩的筋膜 可是筋膜不会收缩的话 又为什么会变紧呢 其实筋膜会变紧 大部分都是被肌肉拉的 肌肉和筋膜连在一起 肌肉变紧 筋膜跟着就被拉紧了 而和咔筋束连接的正是扩肌膜张肌 所以只放松咔筋束而忽略扩肌膜张肌的话 外侧弹响髋通常很快就会复发 外侧弹响髋常常发生在跑步 或者是单脚硬举这些需要大腿前后移动的动作 这些动作需要大腿骨不断的前后动 外侧弹响髋和大部分的肌骨问题一样 刚开始都不太会痛 直到骨头发炎或者是超出滑翼囊的极限才会开始痛 我补充说一下什么是滑翼囊 滑翼囊在肌骨系统里面的角色 就像是桌边那种防撞软垫 它就是为了缓冲而存在的 只要是有骨秃的地方 一定都有配一个滑翼囊来帮助肌肉缓冲 像是膝盖 肩膀 手肘 脚跟这些地方都有滑翼囊 假如没有滑翼囊 肌肉一收缩就会直接摩擦到骨头 所以滑翼囊发炎可以当作是一个警讯 提醒你 附近的肌肉已经过度摩擦骨头 要快点处理 不然失去缓冲的下场 就是肌肉和骨头两败俱伤 要解决外色弹响宽 就要解决扩筋膜张机变紧的问题 刚说的两个关键词 动作和专长 在这里就派上用场了 扩筋膜张机是三动作的肌肉 而且是耐力型的选手 肌肉间的力量关系 就像是炒菜的火力 不同的菜色需要不同的火力 不同的动作也需要不同的力量 走路需要的就是耐力型的小火 用扩筋膜张机就够了 快速跑步的时候就需要爆发型的大火 光靠扩筋膜张机这种小火就不够用了 这时候臀中肌就应该出来增加火力 在需要臀中肌增强火力的场合下 假如又刚好遇到臀肌失忆症 就会变成只有扩筋膜张机可以输出 火候不够对料理来说顶多半身不熟 但发生在动作上火力不足就会让小肌肉带长 负荷过载了 这里帮你总结一下 外侧弹响宽的第一层原因 是卡筋术被扩筋膜张机拉紧造成的 第二层原因是因为臀中肌失能 让扩筋膜张机带长太多造成的 所以解决外侧弹响宽的方法 就是先放松扩筋膜张机 再训练臀中肌的力量 最后再容易发出弹响声的角度 训练大脑对肌肉的稳定和协调性 才能彻底解决宽弹响的问题 既然有外侧那就有内侧 内侧弹响宽的主角是卡腰肌 卡腰肌其实是卡肌和腰大肌两条肌肉的统伸 卡腰肌的方向是内收内转伸直 到外展外转弯曲 内侧弹响宽通常指的就是卡腰肌在这个方向 和卡齿隆起摩擦发出弹响 有没有觉得这个动作很像在跳芭蕾舞 没错哦 研究显示芭蕾舞舞者 就是最容易有内侧弹响宽的 除了跳芭蕾舞还有骑甲拉车 踢足球还有跆拳道这些运动 都容易出现内侧弹响宽 当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如果卡腰肌不能稳定的控制离心收缩 就会导致卡腰肌有些地方紧 有些地方松 紧的地方就会像与外侧弹响宽一样挤压到华翼囊 要解决内侧弹响宽 除了要放松卡腰肌之外 就是要加强练习卡腰肌的离心控制力 让卡腰肌学会均匀的拉长 除了外侧和内侧这两个弹响宽 还有一个要特别注意的是关节内的弹响 关节内弹响有可能是关节唇撕裂 或者是软骨破损 这可不是靠运动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如果不确定自己的弹响是哪一种 又经常会痛的话 一定要先去复健科详细检查看看 是不是关节内的问题哦 第一个 扩筋磨张肌放松 侧躺 拿一颗按摩球压在屁股侧边 从前面摸到最凸的这块骨头 往后两个指幅 这边就是扩筋磨张肌 比较容易紧绷的位置 扩筋磨张肌作为卡腥术 往上接到的肌肉 如果要增加整条卡腥术的延展性 就要放松这个地方 找到痛点之后 左右滚动10到15下 1到10分的疼痛指数 只要5分就好 不要过度按压 会发炎哦 由上到下 最下面就是滚到侧面的大砖子就好 同样一个动作 稍微让身体往天花板旋转 接近骨盆最上远的地方 就是臀大肌上纤维的地方 这边稍微补充一下 卡腥术除了往上连接到扩筋磨张肌之外 也会往后连接到臀大肌的上纤维 如果有外侧弹响宽的人 除了放松扩筋磨张肌之外 也可以顺便放松臀大肌 臀中肌的训练 侧躺 下面那只脚弯曲 上面那只脚伸直 上面那只脚的大腿稍微往前弯曲一点 然后用屁股的力量脚往天花板抬 尽量要觉得屁股侧边臀中肌要出力 在做的当下骨盆不要晃 核心撑开不要变成卡腥术紧绷的感觉 这动作可以练习诱发臀中 并训练侧边核心的稳定 臀中启动之后 可以站起来弓箭步 训练脚放前面 重心也在前脚 屁股先练习往侧边掉出来 用臀中肌的力量将屁股吹回来到两边骨盆对齐 这动作要感觉屁股侧边酸酸的哦 每个动作15下 一天做三组 熟悉之后 可以做全形成的弓箭步蹲 这动作可以训练臀中的稳定 臀中肌做的工作 就是在单脚移动的过程中稳定骨盆 让骨盆不容易往对侧倾斜 每个动作15下 一天做三组 卡腰肌拉伸 前后脚弓箭步 要拉的那只脚放在后面 后侧大腿骨摆在内转的位置 这动作可以提前锁紧卡腰肌 骨盆后勤 想象肚脐往肋骨靠近 保持脊椎骨盆一直线 大腿与骨盆一起往前移动 在移动的过程中 核心360度撑开 避免腰椎过拱 这动作要感觉熟悉或是大腿紧紧的 停留30秒 一组三次 一天做三组 接着是卡腰肌的训练 躺着 一脚弯曲 一脚伸直 尽量让腰平贴地板 核心360度撑开 一只脚抬高 到与另外一只脚的大腿等高 之后再慢慢放下来 这动作是容易诱发内侧弹响声音的动作 做这个训练的时候 放下的速度要慢 因为这正好是卡腰肌离心收缩的训练动作 力气到几乎没有声音之后 可以加快动作 或加大范围 让卡腰肌尝试在不同的角度和速度下 执行动作 如果加速或加大范围容易发出声音 可以把核心360度撑开绷紧一点 速度再放慢 增加骨盆和髋关节的稳定 这部影片我们学到了 髋关节在做动作的当下 有声响大部分不是关节磨损 都是肌肉摩擦骨头的声音 虽然不需要过度担心 但是会痛就代表有地方发炎得处理了 今天提供方法让你知道 内外侧的弹响宽要怎么样放松和运动 希望可以帮你们改善弹响宽的问题 我特别喜欢这句话 不是老了所以不能动 而是不动了人才开始变老 尤其是臀中臀大肌这些爆发力类型的肌肉 退化起来特别快 如果没有常常唤醒它们 就会开始失忆 最后失能 让你爬不了楼梯登不了山 最后连从马桶站起来都觉得很吃力 但幸好 肌肉问题最大的特色 就是可逆 只要结构完整 不论从什么时候开始运动 永远都不嫌晚 以上就是本部影片的所有内容了 如果对你有帮助 别忘了帮我分享出去 这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 那就下部影片见啰 拜拜